这期接上期比赛的视频 由于伊斯大连输两局之后 随机在第三局大胆的玩起了位置转换 前一秒AG摆好了所属队员的英雄 关羽阿古多周瑜守约张飞 看似很和谐的英雄位置 可在最后一刻却突然来了一波灵魂大召唤 发一路易诺换了老本行关羽 对抗路阿泽换了打野阿古多 而打野出城就换到了白里守约 这一突如其来的调换 不但让主持人和观众们非常惊讶 就连对手伊斯大迦的队员们都蒙了 随即李久搞笑并略带牵强地解释了一波 我觉得是符合选手属性 因为他们坦边一直是阿泽在打 这局阿古多其实干的是坦边的活 所以说让他去干这个阿古多 该干的事其实比较合适 别玩手机了 伊诺都拿关羽了 这还不够吸引你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让阿泽用阿古多 所以剩下的守约跟关羽 但是呢 出城可能会守约 但我不觉得出城会关羽 没错 所以伊诺会关羽 所以伊诺去用关羽了 这局可不是大家想的什么 我2比0 我奖励一下自己乱玩 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 这个是阵容的调度上面来说 阿泽更适合阿古多这个英雄 关羽 更适合伊诺 就是阿泽用了阿古多 所以剩下的守约跟关羽 伊诺会关羽 出城没有办法 没有关羽这个英雄持 对的 因为他多年没有打过编路 孤城以前是玩过百里守约的 也比较准 可以 这是一个合理分片 这个不是说什么奖励自己 解释通了 奖励自己一直调侃 其实阿泽和伊诺的互换 都还能理解 可出城玩守约 就让人非常意外 但小伙伴们知道吗 在19年初 EDGM对阵 黑猴九竞的一场比赛中 出城就是在逆风局 使用百里守约 百发百中 个人能力报表 带队获胜 百里守约6比0 拿下小局的MVP 所以曾经 他也是玩百里的大神 这么一看 就有点爷庆回的感觉了 回头再看诺队 拿到关以后 队友们哥哥瑟瑟发抖 早已为自己安排了 被杀的景象了 诺满来了 先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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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秒坏 最后五秒坏 别把梦天队外来 把我杀了 我肯定去给朋友了 应该不会报仇吧 报仇 不会的 队长 队长是成熟稳重的人 报仇会 斤斤计计较的 我把他推死了 别推梦天 我也弄死过队长 队长应该不会斤斤计较 待会 待会 待会推一个 推个辅助过来 炸三个 我很热 队长 我们想看到的诺马 他终于来了 开局诺队就配合队友 优先斩护一血 前期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促成老手约发挥 还是很稳定的 就是平时打也打多了 总将白礼手约 当成了白礼拳策 看到边路兵过河 就有一股力量 拉着他去带线 非常搞笑 到了中期 AD推打的速度越来越快 十分钟 双方才发生了四个人头 益斯塔打得非常谨慎 直到十一分半 AD力压益斯塔中二塔 双方发生团战 AD使出一招掉虎离散 益斯塔全员被AD引出后 诺队关羽 彻翼切到后排 AD掉头反打 伊诺关羽狂追不舍 最终换掉了益斯塔两人 和一个复活架 AD其他人顺势推掉中二塔 这波还是算了 紧接着笑颖周瑜先辈开始 可本想杀完人 就走到益斯塔四人 却被诺队关羽堵了个正着 杀人怎么可能 让你们轻松撤退 就这样 一招被AD3比0大比分带走 伊诺成名的四仨关羽 拿到了MVP 不调不说 这场比赛看点是主 AD又让小伙伴们眼前一亮 同时除了AD队员们发挥的太好外 AVOK教练的BP做的也非常到位 自此赢下比赛后 根据积分排行榜 AD已经坐稳了 GU赛S组的席位 再次恭喜AD超完会 GU赛S组的席位